我是回生,关注回生,健康瓜哥 今天为大家详细的解读 如何通过刺激特定的穴位 来去辅助缓解高血压的症状 那么同时跟大家强调一下 如何结合健康的生活方式 还有饮食习惯来去更好的预防和治疗 高血压的一个重要性 那么首先我们要明白 就是高血压并非无药可救的一个绝症 通过科学的方法 合理的一个生活方式的条理 那么其实我们完全有能力 将它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那么中医的一个穴位的疗法 那么就是其中一个古老又有效的手段 那么在中医的理论当中 其实高血压往往是跟肝火上炎 肝痒上抗以及肝胜亏虚等等 这些因素的都是一个密切相关的因素 所以我们在选择这个穴位的时候 我们是可以达到这种调节气血调节平衡 这个阴阳的一个效果 从而更好的缓解高血压 带来的种种不舒服的症状 那么首先第一个推荐大家的一个穴位 就是百慧穴 那这一个穴位呢 其实在我们的头顶的一个正中央 堪称我们头部穴位之冠 也是我们中医理论当中 非常常用的穴位之一 那么高血压的往往伴随着 头晕啊 头痛啊 等等这些症状 那么这一个百慧穴的一个刺激呢 就能够缓解我们脑部的气血 缓解这些令人苦恼的症状 那么不仅仅如此 其实百慧穴还能够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 促进这个血液循环之后呢 能够更好的去帮助降低这个血压 让这个高血压的患者呢 感受到身心的舒缓还有放松 那么第二个穴位呢 跟大家介绍的就是三阴胶穴 那这个穴位藏在我们哪里呢 身体的下肢 在内怀上三寸 那么三寸呢就是四个手指的一个宽度 就是三寸 那么这一个穴位呢 其实啊 可以说是肝 脾 肾 三条重要经络的一个交汇点 如同一个交通枢纽 那么连接着我们身体内部的各个角落 当我们轻轻的暗揉着一个穴位的时候啊 其实啊 我们身体呢 可以说是注入了一股清泉 滋润着我们肝胜之音 调和着我们身体的阴阳平衡 那么这种平衡对于高血压的患者来讲 非常重要 那高血压呢 往往都是有这种阴虚 火旺或者肝痒上抗 那么三阴胶这一个穴位的刺激呢 就能够针对这一个问题 可以说是一个治疗的一个穴位 那么第三个要跟大家介绍的 就是大椎穴 它位于我们颈椎跟胸椎之间的这一个位置 是肚脉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 在中医的理论当中呢 其实都脉被称之为阳脉之海 总都啊 我们一生之阳气的 那么大椎穴呢 正是这一条啊 都脉上的一个关键的节点 当你的一个颈椎不舒服的时候 或者背部啊 不舒服的时候 其实暗柔这个大椎穴 那么可以疏通气穴 舒缓紧张的一个感觉 放逐能够让我们全身都放松下来 这就是因为刺激大椎穴之后 能够疏通整个都外的一个气血的流通 有助于缓解颈部 还有背部的酸痛啊 僵硬啊 等等这些不舒服 那么长期浮按工作的人群来讲 那么颈椎经常会出现疼痛僵硬 这个是非常常见的 那么高血压的人群 也是非常容易出现这一类型的疾病 这一类型的不舒服的症状 那么这一个穴位就很重要 那么我们可以经常的暗柔一下 轻轻的暗柔一下我们大椎穴 每次暗柔五到十分钟 力度适中就可以了 那么第四个穴位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 曲齿穴 那曲齿穴可以说是我们身体当中 一个比较清凉的地方 它能够帮助我们驱散体内的这种压力 烦躁 它位于我们走恒文的一个最末端 那么它是我们守阳明大肠经上的一个和穴 汇聚了这种阳明之气的一个精华 那么我们暗柔这个曲齿穴呢 就好像给我们身体打开了一扇散热的窗户 能够有效的清除我们体内的这些阳明之火 这些燥热 这些烦躁 那么能够帮助我们降火解毒 那么在中医的理论当中 其实阳明的燥热过往的话 往往就给这个高血压 情绪紧张 情绪烦躁 情绪暴躁 等等这些是密切相关的 而通过刺激这个曲齿穴 可以让我们调和身体的这种平衡 缓解这些不舒服的症状 那么不仅如此呢 其实曲齿穴的一个刺激呢 是还能够改善情绪问题 失眠问题的 那么高血压的人群 经常都会面对生活的压力的时候 会出现这种情绪暴躁 经常感觉到焦虑不安 难以入睡 那么暗柔这一个曲齿穴 就能够舒缓紧张的情绪 能够让我们宁静 能够让我们放松 当这个心情放松 放平和的时候 那我们血压自然而然 就会跟着下降 从而能达到缓解高血压的一个效果 那么在实际的操作当中呢 我们可以用拇指暗柔的一个方式 对这个曲齿穴进行按摩 每次呢也是五到十分钟 力度能够中度就行 能够暗柔到比较酸胀的一个地方 酸胀的感觉就比较合适 当然呢在按摩穴位的时候 其实最好还是了解一下 这个穴位的具体的位置 还有具体的按摩的方法 来去确保操作证券安全有效 当然呢仅仅根据这个暗柔穴位 来去治疗这个高血压 是远远不够的 我们呢还必须认识到 就是高血压呢 它是一种生活方式疾病 与我们的日常的饮食 日常的生活习惯密切相关的 所以呢我们在利用这些穴位 进行按摩的同时呢 我们还应该要注重调整 生活方式还有饮食的习惯 那么首先呢 其实减少盐呢 它的一个摄入量 是预防和治疗高血压的一个关键 过多的盐的摄入 就会导致体内啊 这种水分啊滞留 然后增加心脏的负担 从而升高血压 所以呢我们要尽量的去避免 这些高盐饮食 尽量的要避免一些啊 这种加工食品啊 很多一些腌制食品 那么其次啊 我们要增加这种钾的摄入量啊 钾的摄入量啊 增加的话 其实也是降低血压的一个有效的途径 钾元素 它是可以帮助我们身体排出多余的纳粒子的啊 从而呢 减轻这个心脏的负担 那么富含钾的食物 包括像香蕉啊 还有菠菜啊 土豆啊 尼侯桃啊等等 那其实呢 都是可以帮助我们啊 去更多的摄入这个钾元素的 除此之外呢 适度的锻炼 也是预防和治疗高血压的一个重要的手段 运动可以说 能够促进血液循环 增加心肺功能 然后有助于降低血压 那我们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一个运动方式 比如说散步 慢跑 自行车 游泳等等 太极拳啊 太极拳也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运动 这些啊 有氧运动都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除了上面的一些饮食的 运动的一些调整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通过啊 摄取一些特定的营养素 来去降低这个血量 比如说多酚啊 类黄同类的化合物啊 那其实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些营养素 那我们这些营养素从来以来 我们可以适量的多喝一些绿茶啊 苹果啊 蓝莓啊 那么这些都是非常有益的 健康的一些食物 那么总之呢 高血啊 并非无药可救的一个绝症 通过啊 我们刺激特定的穴位 通过饮食 还有运动的调理 其实我们完全是有能力 将它控制在正常的范围内呢 其实呢 那作为一名医生呢 我很希望大家啊 能够重视这个高血的预防 还有治疗 积极的采取行动 守护自己 还有家人的健康 好的那今天呢 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如果大家觉得视频有帮助 欢迎收藏评论转发 好的 关注黑生 健康博客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